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飛鞋癲 大飛鞋癲 這幾天香港新聞都是那些 唯一上熱手的就是 那最主要就是講姜濤啦 姜濤真是fans厲害的 你做什麼姜粉都會支持的 即使他肥 那當然一石擊幾千蟲浪 那有杜汶澤 杜汶澤講姜濤 那如果你問姜濤發生什麼事 作為一個藝人 其實他真是肥 不是開玩笑的 他真是肥 那天叱咤你看看他 我們不要說他的陰謎 準不準各樣東西 偶像 就未必一定要創得很好的 即是你看看日本 或者你看看韓國 很多的偶像團體 其實他們是假唱的 尤其是韓國 那其實有什麼出奇 但是賣形象 是ok的 但是姜濤一向都是乖乖仔 好像早前發脾氣啦 是吧 和自己的姜粉 即是吵啦 那這個也都成為了很多人在這裏講的 談知 即是談論 那你問為什麼會肥 我很有發言權 其實我相信是壓力過大 沒有很多人承受過這種這樣的訓練 就是面對壓力的時候 你怎樣解決 為什麼我有發言權 因為我以前 年輕人的時候做生意 壓力很大 跟著我試過一年 暴肥六十磅 這一年暴肥六十磅 當然飲食的問題 第二 當日我看醫生 我胃出血 入醫院 照的時候 醫生跟我做檢查抽血 各樣東西 他講了個問題給我聽 就是我的腎上腺素 比人高一倍 就好像打拳的人 當你在拳擊或者運動狀態的時候 你的腎上腺素就會升高 是這樣的話 這樣 你就很熬得痛 就是人家打你的時候 你是頂得住痛的 因為那時候你的神經麻木 所以 這個是很多拳手都有的問題 那但是 他是運動的時候 飆升 但是因為我的壓力問題 令到我是長期 處於一個很緊張 很緊張的狀態 結果 也都因為腎上腺素的分泌 導致我一年 是暴肥六十磅 這個才是主要的原因 那我相信 姜濤 在近期發生了這麼多事 他也都面對著 同一樣的問題 杜汶澤說得很對 其實來到這裡 要放回半年假 有些人 跟他說 那些女藝人 都經常報肥報收 其實 也都是一樣 很多女藝人 突然肥了兩個馬 他們不是腎上腺素 他們是什麼 他們是甲狂 甲狀 才有問題 這個也都會 令到他們 會在很短時間裏面 暴肥 那 所以姜濤是壓力肥 看到 我相信都是 因為作為藝人 難道你會說 他沒有運動 沒有其他牌 沒有老師 我看著他的身形 是有 但是 當你是來自於壓力 來自於你身體內部 這樣 就另外一回事 有句名言 休息 就是為了走更遠的路 姜濤 是要走下去的話 我相信 他是要停下來 他要休息下來的了 這個 這個 才是真真正正 他面對的問題 他面對的不是歌迷 不是 唱片公司 不是 他的隊友 最重要的 是誠實地面對 他自己現在的狀況 為什麼 我會這樣說 為什麼你要誠實地面對 你自身的狀況 其實好像炮哥說得很對 就是 陳雷 面對自己誠實地 做好自己的創作 這樣就夠了 姜濤 年紀還小 在這個時候 他應該放鬆 令到自己有所緩解 而不是不停地在這裡做做做做做 2024年 希望所有人都身體健康 包括姜濤再來 拜拜